今天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香菇油菜 猪皮豆 还有那个鱼 妈已经吃了 吃没了 吃光了 你来的太晚了 不想吃 做点麻辣烫吃吧 去做吧 得让你做呀 我哪会做啊 那你叫我给你做 你应该客气 两口子那么客气干啥啊 快点吧 饿死了 把这个都吃出来 对 把这个都吃出来 好了 你吃吧 你喝米粥吧 妈妈就给爸爸做饭 好不好啊 嗯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秀秀娘 老公说要吃麻辣烫 刚刚下去 就才买了一些 做麻辣烫的食材 接下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麻辣烫的做法 起来看看吧 看看 这些东西 花了我二十大块钱 一包果果 我还在家里 从来也不吃这碗 买了一包 买了一个金针菇 家里没有方便面 买了一个乌冬面 这个可贵了 是吗 酱里加上生抽 还有醋 加点盐 最后加点开水 把它给稀释一下 这个火锅底料特别辣 多给它放上一块 放这么一块 辣的它吃不下去 这样一毛很多 不吃饭 热锅加油 油热以后 把火锅底料放进去 放的时候注意 有油的这一面 向下 这个油呢 是牛油 所以我们在倒油的时候 可以少加一点油 因为原来这个火锅底料 是带油的 干炒的时候 我们把铲子 你在这个火锅底料上 不停地滑动 这样可以加速它融化 将火锅底料炒化 炒出红油 炒出香味后 放入葱姜蒜 小火煸炒 炒出葱香肉以后 加入开水 我们平时吃火锅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炒一下 炒完以后 再放肉片煮的时候 这个汤就特别好喝了 加上汤以后 大火煮开 煮开后 大火煮二公升 然后将里面的调料都捞出来 放上一把火锅丸子 把铅铅铅铅放进来 再次盖上锅带 大火将丸子煮去飘起 丸子煮熟以后 放入碗面面 就放飞 就这样大火煮 把碗面面煮熟 最后加点蔬菜 最后放入调好的蒸发酱 放两层搅一下 最后把芝麻酱搅均匀 关火 洗腹排麻辣烫就做好了 吃饭会比较爽的 做好了 这么一大锅 难过稳呢 看着挺不错的 吃吧 给 弄衣服上 谢谢你 哪有味 得亏有你 没你我吃不上饭 是啊 哎呀 最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嗯 面条也好吃 乌冬面 怎么这么辣呀 放个火锅底要炒的 哎 你快拿一碗泥过来吃点吧 吃饱了 吃饱了 那我都吃了哈 好吃 咯 podob 咯咯儿 咯那么 是 咯那么